如果你是说在香港市民的心里面 心情里面 又或者历史的一个感受 又或者一个见惯香港的招牌 它是香港招牌之下来的 很多明信片都用它 这个招牌消失 对于香港人来说 敌席绝对不希望见到 这个也很相感的 商业上它又处于一个很特别的位置 第一它是虚钱 第二它又不是一个已经倒闭的企业 它是一个大财团拥有的资产 不过它将会在6月中的牌照到期了 不可以再派在香港这个避风堂里面 它又要找一个船奥去收容它 最初我想大财团也有利用一个媒体 或者是有利用舆论的 第一个就是香港人是喜欢 或者是很怀念这一只日本海鲜房 所以这个大财团似乎就不想负任何责 一块都不拿出来 那就将它拱手商认给了政府就算了 接着给了政府之后 它觉得政府或者政府要自己找人出钱 去维修好去经营好 去将它变形 将它转入另一种模式存在都好了 那就不关它事了 这一块似乎没有一个足够的企业责任 现在就突然间传出来了 就是说本来我们坊间可能还以为 是香港政府或者马会在想救这一只真本海鲜房 但是现在就是拥有人 因为六月中即是下个礼拜 不知道什么时候 大概下个礼拜某一天 那个牌子要到期 它就不能够再派在海面了 就是说它需要拖走 也挺明显要拖离香港的 它不肯说它会拖去哪里 不过就是整本海鲜房今天已经开始用围板封了整本海鲜房的下层 也就说如果天气许可的话 那就会下个礼拜可能星期二就会拖走 拖离香港的了 那为什么会是这个天气呢? 因为似乎星期一天气可能好一点点 星期二可能还有机会早上的时候拖走它 然后天气又会变差的 可能它会说就是未来的另一个低压槽 在北边的低压区来之前就拖走它 这个对香港人我相信是一个很伤感的时刻来的 如果在一个经济上来说 是不是一个意味着香港的经济下滑的一个很明显的章争 其实是不是也都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终结? 如果说经济下滑 经济下滑是肯定的 香港现在是那个处境的 不过珍宝海鲜房和经济关系 反而是香港旧有的经济模式已经生存不了的 就是直接生存不了的 这一个就是说的是 珍宝海鲜房那时候是做游客生意的 主要是做游客生意的 大量经营的 就是说很多游客每一晚都会去到 失爆了珍宝海鲜房的 然后它的食物好不好吃呢? 去过的人都知道不好吃的 过去过很多次是不好吃的 不过游客喜欢 所以如果尤其是不是来到香港内的老外 带他去那里吃 他们一定会有感受 因为坐着那边 坐着一些小船 过去那里上去 就觉得好像感觉 就好像香港很独特的一个 很独特的招牌 海鲜 是一个画房 一个中式的一个船 就在海上面 那样样样都是 其实都是挺香港的 就算你说看出去 看见那些游船在那儿走来走去 或者是停在那儿 都是完全一个感受 好了 但是问题呢 就是原来这种模式 就是说呢 香港还是靠一个这么基础的旅游业 就是说我放一个icon在那儿 那些人来到就去那个icon 看一看 基本上是这么说的 就是你去一次之後可能第二次他不去的 我也有朋友就是他來一次之後 他下次再去海鮮房就不用了 他說去回酒店附近算了 不去那麼遠了 就是說香港這種經濟模式 是很難再經營下去的 而且過去的政府 過去兩三屆政府 包括林鄭月娥政府 包括梁振英政府 包括曾蔡晨晨政府 都沒有好好地將香港經濟的餅做大 或者是做得更加好 結果導致這部海鮮房也逃不過這次騙運 你說是不是完全是因為香港經濟模式的問題呢 也未必假的 疫情也是很大的打擊的 疫情其實在世界各地都是很多摧毀了 摧毀了很多本身的一些企業 或者本身的一些象徵 就算大家如果去到東京 就原來很多家推到輕 就是我們很喜歡 香港很喜歡東京 香港很喜歡日本 然後去到日本呢 香港很喜歡 就去一個叫Toyal Hand的地方 去買一些文具 原來他也關了很多間 可以這麼說 這個可能是痛苦的 而且這個是香港很明顯的象徵 都領走了 另一方面去看 就是說就算後面的經營者 就是新豪國際和他們的團隊 都想不到方法 怎麼可以把珍寶華斯海鮮房 在香港起死回生 我相信就要虧一點錢他都願意 但是可能現在的問題 他在說每一年 可能斷千萬虧 根本就頂不住了 回到澳門島也不是很好 所以這個可以看到 好像香港去了一個時代的一個 就是 終結就很難聽了 最少就是這個時代 一個非常迷糊的地方 那個迷糊的地方 林鄭月娥是親手帶香港人 拘捕了香港人來這裡 嗯 都有見過 政府都嘗試去打救這個珍寶華斯海鮮房的 但是都打不到這個 嗯 我想認真打救呢 我也覺得沒有 有認真打救呢 其實很簡單 現在香港賽馬會 我們香港人不斷去賭錢 去賭馬 去賭球 其實40%多了 其實40%多了 就是進去馬會袋 馬會是誰控制的呢 不是馬會自己控制的 是香港政府控制 馬會根本就是香港政府控制 香港政府呢 基本上跟馬會的關係呢 就是馬會可以當是香港政府的錢包一樣 那就是說呢 如果香港政府要馬會拿幾億出來 或者一兩億 去把珍寶海鮮房的reform 把船翻身 把它重新租一個等船位 我相信不是難事 因為對馬會來說 這些不是什麼錢 林鄭月娥隨便 特馬會去賭了十幾二十億 甚至可能現在 真的不止了 去了古工博物園 都這樣打出來 那為什麼不可以呢 為香港保持一個地標呢 古工博物園在林鄭月娥眼中 除了國家的教育之外 它還是香港其中一個新的可能性 那為什麼珍寶海鮮房不可以呢 或者如果我們覺得舊有的做一些 就是海鮮生意是不行的 會不會做到其他呢 林鄭月娥呢 本來是將它呢 首先扔了給邱騰華 邱騰華呢 又將它呢 擺在海洋公園的package裡面 但是其實是格格不入的 海洋公園本身呢 就是做保育 或者它的概念最少就是 做環境保育 或者生物多用性 而珍寶海鮮房本身是殺身的 根本就不可以 就是同一言語了 雖然在同一區裡面 結果呢 海洋公園發覺呢 原來珍寶海鮮房 攤開一條數目呢 原來無論在那個 執法海鮮房本身那個水平啊 又或者呢 它是對法例的 compliance 那原來有很多東西要執 加上呢 就原來逐一排呢 是需要呢 是將整個海鮮房翻身那樣 而加上呢 就是那個營運本身呢 也有很大的風險 所以結果海洋公園都扔出來 這個可不可以說 林鄭月娥有用心去救過 我相信沒有 如果有的話呢 它應該就不是這樣 隨便扔了海洋公園 所以海洋公園發覺呢 是頂不順 海洋公園自己呢 一盤數都很麻煩 還要養一塊這樣的東西呢 是不行的 那結果呢 就是政府是沒有再去做任何的處理 可以這麼說的 林鄭呢其實呢 如果當時可能呢 講白一點啦 如果在去年 那就是呢 大概 都不知道去年 還是前年來的 那當她說 將珍寶海鮮房 押進海洋公園的救磨計劃裡面之前 如果她一口拒絕 她如果想清楚 不是隨便都答應別人 下斬斬的答應別人 想清楚 看清楚 看清楚 珍寶海鮮房面對的問題 經營問題呀 牌照續牌上面的要求呀 法例的合作 搞定了 她知道不行了 其實當時她把珍寶海鮮放出來呢 當時可能這個 就是生活的國際呢 可能足夠時間 找到一個新的經營者 去接手也不一定 當時的處境呢 香港的處境沒有現在那麼差的嘛 但是呢 林鄭月娥呢 結果呢 其實邱騰華也有份 又或者甚至乎 海洋公園也有份的 那就是劉明偉也有份 三個人 將她擺在她的袋子裡一輪 而結果呢 原來發覺呢 是銀身的大腿 結果她拿出來 扔掉她就算了 那這就是 這一個呢 反而就令到珍寶海鮮房 失了一個呢 可以有時間 一個時間值去救她的機會 那這個其實呢 香港政府其實是沒有的 認真去救她 也都事實上呢 對珍寶海鮮房的消失呢 是林鄭月娥是有一個很大的責任的 嗯 只要實在想 你剛剛講的 或者是一個女優的 一個 一個 低標線的女優 都好啊 這麼漂亮的一個 一頓 好像船 船那樣的 還有之前你說的 是擺回那個位置 都是多數被遊客去享用的 香港人 我想不是每個人 有時間去這麼遠 去海洋公園 還有坐船去那裡消費 那是啊 現在是香港的經濟 一月前一 都是一般的 現在 不知道那個環境幾時會好 但如果真的好了之後呢 那就是救不回珍寶海鮮房 回到香港這裏了 那這個時勢都會變的 我就收回了 我永遠就收回了 說真的 又這麼說 他現在拖走而已 拖走的原因 就是因為現在那個拍位 就是現在香港避風堂的拍位 其實是隨著那個牌照而來的 而那個牌照六月中就到期了 就是下個禮拜就到期了 就從禮拜二到禮拜五之間 我相信 而且禮拜三、四、五 可能天天又差 他需要把珍寶海鮮房拖走 去擺回一個暫存的地方 就肯定不在香港了 而可能就必須要 但是你可不可以拖回來呢 又可以的 那就是說去到那裏暫存了之後 跟著如果香港找到一個方法解決的 可能都可以拖回來的 那這個某個程度上 今次就是說如果星期二 是一個拖走珍寶海鮮房 我相信航拍發燒有 航拍又快來 現在就是香港航拍都被管了 那航拍現在暫時都還是 就是提醒大家 那裏就是港口來的 就是航拍就不可以海港上面飛的 那大家小心了 但是如果大家在內陸飛 看到珍寶海鮮房拖走 離遠拍攝 那也是一個很相感的一個畫面來的 那如果這個畫面能夠勾起香港人的 就是一個集體的一個力量 就是集體的呢 就覺得一定要救他呢 可能這個力量這個意志呢 可能最終我最說 我想都是逼到馬會出來呢 就是捐一些錢去將他呢 就是從香港重置 就再由不知誰了 就是有心地繼續經營下去 可能這些package 或者這些談判仍然在談 那但是現在暫時呢 星期二就肯定見到 或者星期二或星期三呢 肯定見到一個一幕的了 就是珍寶海鮮房被拖走 而令到香港人呢 覺得很痛心的那一幕 是啊 要是一個寶貴的集體會議 希望他以後可以再回香港啦 我也很想 希望這次的海鮮房呢 是自知死地而後生 好像香港那樣 香港都幾乎死了 那就是自知死地而後生 那就是這次星期二拖走 那會不會呢 我們有幾個月之後呢 又再重復 拖回來呢 可能希望是這樣發生的 嗯